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次來還債了 差點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今次都差了一點 我忘記了幫朋友買唇膏 因為他早前跟我說過 可能那一陣子老人家沒有寫到名單就沒有買到 幸好朋友都不介意 接著說一聲 之前答應寄過濕疹的洗澡液 星期六日會寄出 有些人要問他的電話 儘量不要給你常用的電話 我都會作假的姓氏給你們 免得太多個人資料給人知道 亦都建議用信封櫃或者附近的鎖鎖 因為我不想你們的資料給人知道 另外一件事就是還債 之前我跟大家說 我收到妹妹的信 說在哪裡可以找到公網 或者在哪裡可以看到大約他們城市的薪酬 現在是來還債 然後就會看表 暫時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表 OK 我們再看看 這就是妹妹給我們的網址 不只是北京 她也說在這裡看到每一個公種 或者在這裡看到每一個公種 還有如果你想選的城市大概公之比例 我們現在就是北京市 我們選城市 我們選擇廣州 然後你看到行業 就會看到大約多少錢人工 一般來說 四至六千元人工 當然不同的職級 或者不同的比例 是不同的 你會看回廣州市的工資排名 電工四千多元 營業員四千多元 匯價三千九 這個是一般 當然是大約 你會看一看 如果我想去哪個省份 工作的 你可以在這裡查 你會看到平均工資 深圳五千多元 廣州四千八元 東莞三千八元 沈陽清遠 都是指附近地區 當然不可以跟北京、上海那些相比 如果想說 我看回上海 你可以自己稅前多少 你就可以計算 如果我當是稅前一萬元 然後 計算 就可以計算到 這一堆 稅後月薪是八千多元 這個我覺得是幾好用 你會看到你養老金多少 醫療寶 這個不愧是我妹妹介紹給我 沈陽姐都不自私 好惹大家 大家如果想說 在大陸發展方面 你可以看清楚這些 你到時就可以 大概 心目中有個預算 之後我還會放其他的 運工網 在連結上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 就按LIKE和訂閱 我不會賣廣告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錢 不過你們的訂閱和Like 是我的鼓勵 大家多點留言互相溝通一下 這次就說到這裏 拜拜